- 放棄吧,我教你吧- 不要- 你要教你吧- 我們回到第二集吧- 雞丁舞師,我們第一集學了什麼? - 第一集學了這個... 剛好,這次我們要學什麼? - 第二集,我們要學這個條件畫,有一個條件畫,還有一個條件畫 - 現在就學條件畫 - 什麼叫條件畫? - 條件畫非常理解,一拿出信之後,如果我製作這個照片,我就拿進去 - 如果我記得Mera,我就投進去 - 你看不到嗎? - 對 - 那我們在coding那裏要怎樣做? - 先試一下 - 即是好像說,我選了這個旗艇,你選了這個旗艇 - 如果要轉成的話,我選了這個旗艇,你選了這個旗艇 - 那你就在coding那裏 - 好,即是這個... - 即是這個... - 如果你想上了這塊旗艇的話呢 - 那你就close the switch down - 這樣你就踏上去吧 - 不過為什麼我們要用L的旗艇? - 因為如果... - 如果... - 你不在那裏... - 它就不會做得好 - 即是平時一個... - 因為... - 因為... - 因為... - 就是一個true和false的邏輯 - 那你上面一個... - 一個true的話,就會跟著第一個旗艇 - 其實很好笑啦 - 如果你我看到了Aaron,我看到了一下... - 那我就拍了這個字,就跟你進去上去看 - 下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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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- 如果... - 下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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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他做完這件事之後會不會發揮 就是... 他會拖到會不會出來 會不會發揮 那Else你會不會發揮 你試一下這個 試一下這個關 一小時後 你會不會教我 做什麼 他現在停在這裡不懂 我還要檢查一次 你會不會再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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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要兩個人 你會不會再轉 你會不會再轉 然後再轉 對 好 好 好 然後我們要學了一個 變速 我今年就十四歲 對 不過呢 下年呢 我會自己的動作 變速就是 等於收一個平衡 的時候呢 那個數字呢 也會轉變 所以說如果 大了一年之後呢 那我的水分就會加了一點 加一 對 我教你玩這個關 這個任務就是呢 當你拿了一顆鑽石的時候呢 上面這個Counter呢 就會加了一 是 不過你還要控制 這個Counter呢 那為什麼設一個Variable呢 很簡單 你可以 你可以 自己選一個Variable 是 你可以放 然後什麼東西都可以 是 然後再等於 可能 一個 你打 一顆鑽石 沒有問題 我呢 因為 你是零起步 好 好 你加油 但是我最終的目標是 將那個Gem Counter 他除了拿了鑽石之外 那個Gem Counter是加一 對 那我先用它 再用它 這個方法 是很笨的 做兩步 集成Gem之後呢 那個Gem Counter 就等於 Gem Counter加一了 這個寫法 很好 很熟悉 這個寫法 我們剛剛還給這個Variable 一個Variabl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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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但是講到條件 其實很多 Programming的東西 還可以再進行 是 我以前學的時候 好像有一件事叫 Wild Duolube 我以前叫Wild Duolube 好像Swift 應該也有這個寫法 對 但是怎麼寫呢 我不會的 你的目標就是 你要踩滿 全部都開了 是 那你要怎樣做呢 首先 你壞了 然後你就寫那個Condition出來 就是說 你最後會被人 前面沒有東西 那你不想它跳下去 在還沒被Block之前 的時候 即是 它被Block了 但是它沒有被Block了 那就是說 我們這裏的Wild 就是 如果前面是 沒有障礙物的 就繼續一邊走一邊按 就是 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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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了,他已經認到了 這樣已經可以了 給點耐性,好嗎? 要走到尾的嗎? 對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即是再加一個FOR 這個不用的 這樣 ELSE就可以了 但如果他要穿上去 因為如果 ELSE已經穿上去的話 那他就會不會 那你就不用 他就不用轉移了 總之就是有 凡是穿上去的轉移 或者是沒有東西的 他都會知道 對,他都會知道 來,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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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你看多快 嘩 又學一些東西 下一集我們學什麼? 下一集我們就學怎樣喊 哈哈哈哈 其實還是學Pogam and Swift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拜拜